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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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必然負責介入聖地改革 歐華農民私有甘甜 取消呼籍 農民生贓疑律平等 義務教育 中小學生完成品牌 中小學生王家聯盟 社會福利 以光臨老道徒徒同流 來看照歷史古代 尊重佑祖民主國人的利益 尊重宣教信仰的利益 尊重宣教信仰的利益 讓中國民主黨中主是 最關一黨專制 最關一黨專制 建立民主政經 建立民主政經 和民主黨黨人所追求的 六大虎絲家族是 民主 民主 自由 自由 平等 平等 夺愛 人權 公正 公正 我們要自由 我們要自由 我們要人權 我們要人權 還我自由 還我自由 還我公正 還我公正 好 大家這個呢 就是咱們的政治綱領 大家下來一定要記熟 背熟這個 當然就是說 不光是背 大家最好是說背 背下來 能夠去理解他 這是最好的 然後現在呢 就是說 我們光看口號意義不大 就是說 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這個視頻 就是說這個 有一個這個小孩 這個小月月被這個汽車 碰壓這個視頻 然後這個視頻呢 就是說沒有 就不是很血腥 但是大家也千萬要注意 這個情緒上面 可能很難接受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並不是說這條新聞會有什麼血腥畫面 一點兒血都沒有 但是會對我們的心靈 尤其是對我們的道德觀念 帶來衝擊 前天下午的五點半左右 佛山南海黃旗的廣佛武京城裡 一個兩歲的小女孩月月 在路上相繼被兩輛車撞到 碾壓過去 而之後的將近七分鐘時間裡 還有呼吸的月月 就一直孤零零的躺在路邊 十多個路人一次一次的走過 竟然都冷血了當作 什麼都沒看見 監控錄像顯示 五點二十五分左右 畫面的右下角的月月走了出來 而畫面上方則有一輛白色麵包車 麵包車在緩慢行駛中突然加速前進 車身直接撞到後面 把他捲入車底 看見面 而後面一位目擊整個事件的路人 是不懈一步的從月月身邊讓步 看見美韓倒在靠毛山的岳北 她真的能看不過 一道靜靜的磋狂起 这些网站上面上方 最近没有发现 还有 在5点31分13分之后 网面上出现了一位捡垃圾的阿姨 她似乎发现了月月不对劲 走过去适合扶起月月 但月月就像扯线娃娃般瘫软 阿姨只好把月月从路中间 挪到了安全点的路边上 然后向四周呼救 月月的妈妈听到呼喊后 赶紧到现场 抱起了血河中的月月 从月月被撞 到妈妈把她救起 途经的十几万人 只有最后那个捡垃圾的阿姨 无视而起 如果在月月被第一辆车撞倒后 经过的前三个人 能把月月救起 她完全可以避免被第二辆车碾压 赵氏司机的逃逸 加上路人的无情 让梁慧的月月 躺在郑郑街舞庇头上 手术处的月月 切除了后脑盖部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第二个赵氏逃逸司机 已被警方抓获 但第一个赵氏司机 仍然在逃 由于监控视频中 第一辆赵氏车的车盘 严重反光 无法看清 我们仅能从画面中撼断 司机应该是一位中年男人 看着病床上的女儿 月月的爸爸妈妈 早已涂干了眼泪 当记者查看监控视频时 月月爸爸看到女儿 并撞倒了阴默 默默地走到了一遍 暗自入门 目前山里很远路 送到我月的时候 没有喝狼稀 这些声音非常危险 没度过一起 还出于非常危险 月月的爸妈说 他们现在只有两个行为 一是希望女儿能好起来 二是抓到赵氏司机 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 那么现在小月月的情况 依然是非常危险的 但如果各位观众 你在十月十三号下午的五点半 可有曾经在佛山黄崎的广佛五金城 误读了这件事情的发生 或者是聊起相关信息的话 请和月月的父亲联系 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跟月月的父亲联系 两岁的女孩 月月本来应该没事了 如果第一辆车的司机 能够停下来 如果之后经过的几个路人 能够过来看看 孩子跟现在比 肯定会是完全两个样子 你们都看到了 过来看看孩子 帮把手 来乱车 打个120很难吗 你们的良心哪去 看这样的新闻 真的让人很失望 真的是很失望 这件事 都是很失望 告诉大家 可能不是很好的消息 月月经过 当然等待也知道 经过几天的抢救 没有抢救过来 然后这个时候 其实大家应该想一想 就是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事情 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的发生 咱们的身边会不会发现 这个事情 再跟大家看一个视频 打一换口呀 要别人要了 不能换过两个人 没关系 25号四川绵竹数十名在大地震中死去子女的家长手持遗照 在街头抗议学校的豆腐炸工程 他们承受巴士前往市政府投诉 媒体也是家长们投诉的对象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阿瑞迪 上周在绵竹五福镇遇到遵难者家长的时候 家长激动的全体向他下跪 在地震中遇难的绵竹市五福镇 一百二十七名遇难学生的家长 打出了天灾不可为 人为最可恨的标语 并组织了哀悼和抗议活动 25号组队前往德阳市委请愿 年中市委书记蒋国华会到在队伍旁 请求家长留步 家长们并没有理睬 我们希望队伍国华为个公道 还怎么使得是为了或是属于天灾 你没看见这当时裁判 这让我们的背景车心 天然根本就没发现了 关于我们连面都见 速度有点慢啊 所以等一下往后 就是我就想跟大家讲一讲 今天这个刚才大家看见的小韵这个视频 你看 因为我上面看大家的表情 看这个画面 大家就觉得不是很情情嫉妒 其实呢就在这个四川大力镇里面 死难的这个程度 这个小孩子 那个大家跟特别学生 应该是上几万名学生呢 就是有的 那我们刚才呢 大家是因为看见了 就是说只是一个 那就是一位小女孩的博信 那么我们看不见的呢 刚好那个这段视频 是那个监控录像刚好拍到 那如果没有刚好没有拍到 那没有给大家这个新闻媒体播出的呢 那可能是太多太多了 这个时候我就是说跟大家讲 今天到我们在这边来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是那种路人 我们今天参加民主党 学习的是什么 要做的是什么 其实呢 这两天我一个认识 我们的中国 整个中国 今天大家可能之前看见了 这个标语的名字叫 这个民主才能救中国 其实我们这个中国 就像一个小月月一样 只有两岁的小月月 被现在这个 不好的制度压倒地下了 第一辆车压倒了 我们这些过路的人 要不要去看一下 要不要把它保护一下 那这个就是我们民主党 在海外要做的这种事情 然后再跟大家 这个画面过不来了 那个前面 现在同志稍微让一下 我跟大家放一一步 在学校废墟的稳凝土里 全是铁丝 没有钢筋 因此家长们认为 是豆腐渣工程 害死了孩子 武福镇村民说 我们当这个村民 就是怀疑 可能是政府 或者是校困 家长打出来的 可怀的 孩子们不是属于 这个地震 而是属于威蓝 昨天学生家长 都跑到市政府去请问 市里出去 来给他们苛扯 另外向媒体申诉 也成了目前 在地震中 痛失子女的家长们 表达伤痛和愤怒的 主要方式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 杰姆斯·阿瑞迪 上星期在武福镇 遭遇了运难学生家长 全体给他下跪的场面 据莫岛 512四川大地震 有7000所校舍倒塌 导致6000多名师生遇难 但是中共官方 对遇难的学生总数 和死亡名单 到现在没有公布详细资料 新唐人记者 系林诗评雄斌采访 然后这个呢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爱卫卫这个事情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爱卫卫被抓这个事情 可能大家都应该是知道的 爱卫卫为什么会被抓呢 中间有很大的原因和因素 就是因为爱卫卫参与了 调查这个 这个揭露 就是说这个 豆腐大工程 到底一直他要求 中国政府公布 到底有多少学生死赖 因为爱卫卫一直要求 这个事情 所以说这是一个 他很大的理由 被抓过这个理由 然后现在呢 大家很疑惑 为什么就这么多 这个过路的18位路人 大家刚才看见了 都没有一个人敢上去 扶这个 这个小月月 或者说大家刚才也说了 在旁边打个电话 来一下车 为什么没有 因为大家跟大家讲一下 可能Google比较忙 有个案件 可能有的 有的这个感觉 知道有的 人不知道 那个彭宇案 前两年有个彭宇案 就是说那个 南京的一个 那个彭宇小伙子 去扶一位 这个被摔倒 这个老太太 然后把他扶起来过后 老太太就赖上他了 就说是 他把他弄倒了 然后别旁边 有人作证 说不是彭宇把他摔倒了 还是赖上他了 这个是打官司 打官司的法官怎么说 法官说 别人都不去扶 你去扶他 那就是 那就你肯定有问题 然后就是说 判他40%的责任 判他罚宽几万元 然后呢 就是说 他不服气 最后就是上诉 最后呢 因为通过舆论嘛 太强烈了 大家都知道 因为当时他这个 的确是 他是做好什么好事 然后这个时候呢 没办法 就停满和解了 这个事情 现在翻案了 为什么翻案了 就是因为 大家知道 这个事情 影响了大家的人心 才会导致 小月月这个事情 而且呢 这个法官 为什么会这样判 今天 有一个内部消息出来了 这个摔倒的老太太 他的儿子 是公安局里面的一个 就是说 比较重要的一个官员 然后他跟法院 共检法 你知道国内这个 共检法的一个套路 联系在一块 所以说 为什么现在 就是说 国内的舆论 大家这么气愤 其实呢 就是说 关系到自身的利益了 因为今天 这个小月月 倒在下面了 没人帮助 哪一天你的孩子 或者你自身 被人受到伤害的时候 也没有人出来 保护的时候 那怎么办 好 下面再跟大家 看一段这个视频 这是前几天发生的这个视频 给拍摄下来 随时上床 那你有谁呀 人在里面 就要烧着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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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等一下 因为这个咱们 这个党部的这个 无线网络 它现在这个天线 以前是取下来的 因为我们的网站 经常受到攻击 然后怕别人 盗用的网络 平时没有用 今天呢 是我跟大家 放这个视频的时候 它临时的连接 向着无线网络 效果不是很好 然后说 有时候这个视频 会卡一点 稍微等它缓冲一下 烧警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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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啊 人在里面 就要烧的 嗯 嗯 烧哪 你看他在那边 他在那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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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也特的警告啊 你还防脑扯啊 我那么拒绝啊 看我こう再来 看我个人 i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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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味道 看你做什麼事 我看你做什麼事 但你做什麼事 我看你做什麼事 看你做什麼事 對 我看你做什麼事 好 有什麼什麼事 有個那個 看到那裡 出来了出来了 我又来打了 打警察 我这车上去赶紧走啊还在那打 这个是前几天在这个浙江湖州知景这个地方 就是说你看他下面的这个视频的介绍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得清楚 他这个是10月27号 然后呢这个是在这个当地呢 就因为那个要突然加收 从那个美台服装 他加工服装都是那个劳动者 这个劳动部到农村那个服装加工点 说税 美台机器从300元突然涨到600元 按机器算 然后呢 别人就是说引起争执的时候 他通过法律不定就解决 然后立刻就是当场独打妇女 然后把人打混 然后就出动防暴警察抓人 老百姓再也忍受不了了 就跟这个看见小月月一样 被人压迫被人打 大家就跟大家同心心一样也就起来了 然后这个就是所有的产生是什么事件 后来呢这个事件发生到后面就说 满大街砸商店 满大街烧车 不管是警车也好 就是说还是一般的这些车辆 然后这个视频大家可以回家去看一下 所以这个这是一个 其实这之前还有一个 跟大家再看一下 就是在这个 看其他新闻 广州增城前晚发生大规模的骚乱 民众不满当地的治安队 勇打一个在街边摆卖的孕府 和警方爆发冲突 更加触发近万名的民众上街聚集抗议 当局就说事件已经受到控制 不过了 民众今天继续是聚集的 有外省人就说事件背后 涉及本地人和外省人的矛盾 黄瑞鱼在广州增城佛图 在增城市新唐镇的大敦邨 仍然有大批群众聚集 有民众破坏公共设施 幼香伏部警察定石 在村中间的大马路 有过八个手持锦台和警棍的伏部警察 严密报防 下午多次尝试驱伤聚集的人群 居部多名涉嫌闹事的民众 经过一晚的骚乱 新唐到处都可以见到有消焦的痕迹 连派出锁警无失都遭殃 保安庭的玻璃也被打烂 当地消息指参加缩乱的大部分都是镇里面打工的外省民工 而外省民工说不时都受到不公平对待 就认为这四万对的人 我们这个外省民这个什么生病啊 什么这东西看的很重 他说要打死我们 动不动啊 动不动就是 比如说有个什么小事他就要打你 或者什么的 就是把这个人权没看得那么重要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这些人感觉到很反感 有围观的群众就说 这里的治安队 经常和一些摆卖的小贩冲突 由于这些治安队 即是自保会 是由本地的村民组成的 所以也间接引起本地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矛盾 亚洲电视绝广州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我们也是在美国打工 我们在美国也讲来说 来自中国各地也是外地人 在这边有没有 美国人本地人受打我们的欺负 欺压我们的大家 我们等一下有没有经历过 没有吧 这个是还是在我们中国内地 然后他这个呢 刚才这段视频呢 是在广州 前一段视频呢 是在那个湖州 下面给你们放一个这个视频呢 大家应该知道 一个政治迷递人物 这个国西来以前 呃 治理过的地方 这个是大连 然后给大家看看 大连是怎么样的情况啊 这次是大家 这个是大家 就是说无意识地聚集起来 没有任何改变 没有任何解析 为了这个 一个安全的环境 这一位大连是 这一位大连的XP 下入给大家的升级 可能带你很大的迷范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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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百姓是理性的 因为它毕竟相对比较理性 它是在城市里面 然后呢 也是你看大家手里 它都有一定的出乎设备 相对是属于这个 阶层比较富裕一点的 然后呢 面对这个领导的时候呢 它有它有理性的方法 然后就用自己的记录器 记录上一个言论 而跟刚才看见的呢 他那个外省的民工呢 他就有一定的区别 然后外省的民工呢 他就不算很理性 这种打杂烧的就是行为 然后这些呢 大家就是说 比较理性的 其实跟我们大家很像的 就聚集在一块 然后就是说 呼喊要求自己的诉求 现在跟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 平时大家投入的这个视频 可能没有看过吧 然后我跟大家可以看一看 如果喜欢的话 我们民主党之前要做的是 什么事情呢 就叫和平理性 非暴力 去面对这个 不类的这种不公平 那么现在今天说到的 国内的政治 需要改革和改变 我们要革命 要反对共产党 要改变它那种独裁 应该怎么去做 其实我今天想到一个很好的 这个回答 跟大家 回答说 大家有直接呼喊在国内 有我们其实在美国 怎么安全的 拿到这个身份 然后把美国的这个好的制度 然后介绍给国内 然后让大家 用和平理性 非暴力的方法 然后走向这个 离谱的道路 保障我们的生活 不再有这个 像小月月一样 不再有像这些暴动 打砸产的这些东西 也不要突然 因为你开个车 你的车好一点的 在外面 就很有可能被这些暴动的人 一向给砸砸了 你看你做生意 回大陆的东西 也有可能被砸掉 不论你是否政府的关系 这个是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是这个 曾经一个 你说到我们党部来 观看我们这个抗议活动 然后接受我采访了 然后回到中国 就被福安 他是比较有名的 那个反贪玩的一个 那个记者 叫徐祥 然后呢 回去他就被被被抓起来了 他 这是我们党部 他现在在哪里 他现在在哪里 他再发出一种 这种夸配的成绩 我对你们中国民主党 表示 全地 才表示 北俊 我可以这么讲 由你们这些中国民主党 有声音量存在 才能更好的 突进去做中国民主的形成 您认为你说过 中国大陆做 重新做抗争活动 世界我们这样 还是去有些 原型那种创杠的就是暴力的实施 这种方法怎么能够施动作呢 本来没毛泽东讲话 枪杆的民族政策 这是他的一种货币 但是你们中国民族党 会讲用这种和平声秀的方式 也是一种方式 但听不出中国的国情 我也不可能说一定有枪杆的 今天双方一法集合 现在大都一种 老板回来说 您还会回中国去吧 您是不是第一次的货币 现在把英国混合 你还会回到中国 你会太不害怕 会回到军事党一定的 破败和政府 对你们一些调查的 你不会有这样的答应 我说实话 我在中国和国际上是 手有名气的 我说这次提出米国 是比较学的方式 所以我方表的这些言论呢 我一般的文明海 他当时参访了以后 对我这个参与没有问题 中国和国内一样 他一法六四种 他们并成了 这是一种 也是打在共同组织的局 所以说有些东西 我不化 但是那种 那有办法 但是我认为他不会做 还有一位 还有一位 跟他在一块儿 叫刘建勇 也是我们文字兰党员 当时是那个 试团社会院的一个 研究生 然后也是为了这些活动呢 他就是说在这边也是 秘密参加了我们的 当时的公开出 然后也是被警察抓回去 然后说是监视拘束 然后呢 在这个国心的时候呢 就说 臭目跑了出来 然后呢 就说是我们组织 把他营救出来 让你也继续活动 迎接他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迎接他的 对 对 像我们跟他朋友 找人 我跟他朋友 有 有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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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就是说这个活动呢 就是说这个主题呢 就是民主在救中国 然后这个视频看完呢 那么我把这个 政府就拿下来 大家就在这个标语上面 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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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 然后做个这个演说 因为今天跟大家看这些视频呢 就想跟大家说明 中国现在呢 已经就是说到了 水深火热的这种情况 然后呢 那要怎么样 大家可能去挽救 这个中国以后的改变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看见现在的中国 就像这个 看见这个小月月 跟亚夫亚夫一样 那么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那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这边的 和平理性的方式 大家拿到身份的同时 也把自己所看到的 所知道的信息 传播到国内去 让更多的人 用和平理性的方法 然后诉求 然后使中国呢 那个像美国这样的 这种 达到像美国这样的速度 这是我今天呢 就说的 跟大家就说 呃 所介绍的 这段视频 要不在于? 我对 没错 有点 有点 有点慢 很好看 今天就不够了 我是刘剑雄 刘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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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四月二十四号 我们就出来到四国 经历了国庆佑星 来到中国行为 来到美国之后来 就是外访了中国民主党的 提供四个多些先生 甚至要再往他提到 郡主党领袖打来谈话 然后我回国之后 徐教律长就先找个谈话 就说你不要邀请在国外的圈套 和你可知道 实际上对于国外的圈套 非常非常清楚的 反正就是 那我许多都可以说 我从前面下午的时候 我就担任了一百二十四号 然后一刻之后 我将就会注意 我继续把我开车软件 所以就跟随后 在五十四个 四十四个的城市 整个城市官 在五十四个的城市 就直接查到这个城市 然后在三十四个 然后在中国民主党 在五十四个的城市 就是什么社会呀 就是说 就是说 我把他们的 好用的 在这儿的城市 然后在 中国民主党 在中国民主党 在中国民主党 我得了一十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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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所 就是来十四个人 所以记得 是 dire 观演 大家都在看 所以今天为什么放这个视频呢 这些视频 不是存在党部的资料 而公开放在网上的 大概每一次活动 都是一个记录 中国这个 我们包括大家 参加这个民主活动 不能给人留意后果 所以说自己 我们每个人 随时的言行 都要注意和注重 然后希望就是 这是这个 今天这种活动呢 该你的时间关系 大概就暂时在这里吧 我把这个 幕取下来 让大家就有空拍拍 今天这个活动的主题 就是这个民主 才能救中国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